由于民宿房间都满了 民宿阿姨安排我住在了他们家里 这里距离七彩小镇这个站很近 这里是一个码头 海边有一排被粉刷成彩色的房子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就是当地普通的房子粉刷的颜料 港口里停泊了不计其数的渔船 这里退潮以后海边是大片的淤泥 你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昭潮蟹布满整个海滩 我还发现了一种这里很常见的跳跳鱼 鼓着两只大眼镜 活动在海边的沙滩里 像小溪一样爬行 跳跃甚至在水面飞行 全然不像鱼的样子 我没想着抓它 但我感觉抓起来会很难 善良的民宿阿姨还借给了我的电动车 解决了我在海边的交通问题 于是我开启了我的环海之情 行驶在小镇蜿蜒起伏的小路里 两侧是传统的石房子 你可以深度体验在小镇里原生态的生活 观看海边不同地方的风景 看看远处的小岛 海里的大船 在东方巴黎山东的另一侧 我发现了一处 可以购买各类干海鲜的地方 在深入小巷内部 这师傅在抠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海鲜 我问他回答我的又没听懂 另外一家还有一条小鲨鱼 在看这家小餐馆 门口探望的爷爷 走在街巷里的两侧店铺的装饰 是不是有种上世纪的感觉 当地人还喜欢用鱼肉做鱼面 我还是第一次请 这是用什么鱼肉做的呀 之后我又去了金沙滩 这里是食堂镇最近可以到达的沙滩 这里人也是最多的 之后退潮的时候 我找到一处人很少的地方 时隔多年 再一次体验了干海的感觉 这只寄居蟹的壳好漂亮 我还发现了一些黑壳的虾 这里还有好几只小鲨鲨 我一不小心鞋都陷在了泥里 之后骑着电瓶车 继续探索海边的风景 然后找一处海边 做下来进进的跟海浪的声音 这就是温柳石房镇 一个普通海面小站